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敬请收看解码科技时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 2021年7月25日下午 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A组停举决赛现场 中国选手李发斌上场 人们对这位28岁的选手充满了期待 在2019年的举重世锦赛中 他拿到了冠军 并打破了总成绩和抓局两项世界纪录 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 人们更是希望李发斌可以再创佳绩 夺得金牌 为致在包揽全部金牌的中国举重队增添一份保障 停举第一把试举 李发斌较了166公斤 全场寂静 随着他一声大喊 杠铃提到声前 稳住 弓箭不停举 166公斤的杠铃被举过了头顶 然而此时 杠铃出现了倾斜 重心不稳定 很可能功亏一篑 这时李发斌抬起了右脚 以单腿支撑 如同金机独立般调整重心 这意味着 他以单脚支撑起了三倍于自身的重量 另一只脚随即落地 直至三盏白灯亮起 成功 成绩有效 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 让李发斌以总成绩313公斤 为中国举重队 拿到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举重金牌 赛后李发斌解释 在上举的过程中 由于没保持好平衡 重心偏了 紧急之下 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调整 这便是举重力量和技术的完美体现 说到奥运会上的力量项目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图片当中展示的举重 其实其他的力量型的比赛项目还有不少 除开举重之外 还有像牵球 铁饼 标枪 练球等等 这都算是力量型的运动 那么如果追溯这些运动项目的由来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大都源自于历史早期 我们的某种生存技能 或者是在战场上厮杀的本领 因为涉及到自己的生死存亡 所以我们对于力量自然就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崇拜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资料当中就有记录 商咒王力量惊人 可以倒夜九牛 扶梁换柱 可以拽住九头牛 还能用手托起房梁 换掉折端的柱子 战国时期的秦武王 档那也是一位力能举顶的大力士啊 年轻好胜 随秦军东征来到了周朝的宗庙当中 看见有很多国之重器 大顶摆在那里 于是就想来一场啊 举顶比赛 周朝的那九顶 可是代表着天下之权威的 分量绝对不轻 周孝王时期的大颗顶 重二百零一点五千克 这个重量算下来 已经超过了现代举重的七十三公斤级 挺举两百公斤级的世界纪录了 但是结果呢 这位秦武王因力量不支 顶突然掉落 砸断了自己的腿 流血过多而亡 在历史上就留下了秦王举顶这么一件事 古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力量 也曾经总结出了一些训练力量的方法 所谓的撬官 钢顶 这都是力量训练之法 这个撬官之法呀 传说当中还和孔子有关 对于力量的重要性 古人早有察觉 狩猎争斗 行军打仗 力量就是胜负 就是生死 而且很快人们发现 举起不同的重物 可以锻炼力量 让身体更有优势 为此 不同时代的人们 研发出各式各样的力量训练方法 和训练器械 吕氏春秋等史料中就有记载 孔子之境 举国门之关 而不肯以立文 其中所说的国门之关 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 这些宽大粗壮的门栓重量惊人 往往需要多人才能抬得动 而所谓的撬官之法 就是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 把四五丈长的木栓停举起来 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 此后 古人还研究出了石锁等器械 帮助自己锻炼 而放眼全世界 锻炼力量的方法就更多了 比如古希腊的一位大力士 他的训练方法 也是让人拍案叫绝 在古希腊的历史当中 同样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力士 公元前776年 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城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为了和现代奥运会区分 后人呢 把古希腊时期的运动会称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四年一届跟今天一样 在最初几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观众们对这样一个场景 津津乐道 每次正式比赛之前 会有一位大力士举着一头绑好的牛绕场一周 然后把这头牛杀掉烤熟 这位大力士就是古希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米洛 米洛是以惊人的力量而出名的 当时的赛场上只要是力量型的项目 都没有人能够跟他比敌 他的力量训练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 每次比赛结束后 米洛就会准备一头小牛 按照规定的数量 一遍又一遍地举起这头小牛 这种锻炼会持续四年 直到下一届奥运会开幕 随着小牛逐渐长大 他的力量也跟着增长 到了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他带着这头已经成年的牛来到体育场 展示刚才说的那一幕 因为长期保持严格的训练 米洛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 四十多岁时依然恐无有力 对于现代的力量锻炼来说 人们更多时候是用体育器械 其中代表就是雅玲 而它的出现也是在古希腊时期 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 就收藏着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力量训练器械 这种异端带着手柄的月牙形石质器械 重约二到九公斤 古希腊人称之为哈特雷斯 此后这种器械在欧洲广为传播 直到英国的都夺王朝时期还在使用 材质也从石头改成了铁和铜 可这种器械虽然被广泛使用 名字却是五花八门 恰巧当时的人们还会用教堂中使用的 手持铃档或手持钟进行锻炼 这东西虽然够分量 可锻炼时常常会发出噪音 因此大家往往把里头的灵芯或灵锤取下来 这么一来 铃档就成了哑铃 由于锻炼功能相似 有人就索性把传承自古希腊的这种器械 也叫做哑铃 时间一长 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 哑铃也成为了一种锻炼力量的重要器械 这种对力量的追求 让各种力量类比赛风靡起来 其中代表便是举重 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 举重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 当然这时候的大力士可不是出现在健身房里 他们大多是出现在马戏团或者是杂技表演现场 绑大腰圆的大力士会用双臂拉动顽口粗的铁链 或者举着沉重的哑铃走过钢丝 或者把他们抛起来再稳稳地接住 总之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 甚至胆战心惊的动作 吸引眼球赚取流量 让举重从马戏场走上运动场 真正成为一项体育竞技项目的 还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的一项重要国际赛事 1896年4月 在法国体育活动家顾拜旦和朋友们的推动下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终于在雅典召开了 本届比赛设置了田径举重等9个比赛项目 来自14个国家的280多名运动员参加 但不少运动员因为高昂的吕飞 不得不放弃了比赛 最终有来自5个国家的6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比赛 由于还没制定系统的规则 举重比赛充满了不少意外 每一项赛事都需要摸索 举重自然也是 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一场没有公认规则 没有重量级区分的举重比赛开始了 4月7日 6名运动员走进体育场 其中有两位格外引人注目 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埃利奥特 另一位则是来自丹麦的詹森 埃利奥特从13岁就跟随大历史尤金山道练习 年仅16岁就参加了英国的举重锦标赛 并夺得冠军 而另一位选手詹森实力同样不俗 也是一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四项比赛天赋异禀的奇人 两强争锋自然转足眼球 可就在这时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当时的举重比赛分为单手举重和双手举重 在双手举重项目中 埃利奥特和詹森都拼尽全力 全都举起了111.5公斤的重物 这下评委们犯难了 最终经过紧急磋商 裁判给出结果 詹森在举重过程中的姿势 比英国运动员埃利奥特更规范更稳定 因此最终判詹森获得冠军 以后视眼光来看 举重比赛虽然激烈精彩 可其中规则的不明确也是显而易见的 举重运动想要继续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我们在看举重比赛时 都能听到这样的介绍 某某公斤级别停举或抓举 可在1896年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 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 首届比赛当中 无论是举重的姿势 还是重量级别等细节 都是一片空白 我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 或者影像资料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时期的举重比赛要求很简单 甭管您用什么姿势 只要您能把那重物给举起来就行 您哪怕趴在地上 拿脑袋顶起来也算数 比如当时有一项比赛 叫单手举重 有一位选手为了获胜 他选择了单手举起两个哑铃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他先用两只手把两个哑铃拎起来 然后放在自己的肩头 接着用一只手把这两个哑铃同时抓住 为了能同时举起两只哑铃 他不断地向一侧弯腰 靠着腰劲支撑 再借助臂力拼命向上举 把这两个哑铃举了起来 接下来再挺直腰杆 这才算是完成了一次单手举重 第一场奥运会举重的杠铃 也不是现在的骗式杠铃 而是球式杠铃 两头都是空心铁球 里面放着重物调节重量 那各位运动员采用的姿势 也是五花八门 当时的德国选手 使用的动作叫大路式 先把杠铃举到腰部 把杠铃放到突起的大肚子上 然后肚子一挺 再借助臂力上肩 最后举过头顶 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选手们 对这些德国运动员的动作 嗤之以鼻 认为实在有碍观瞻 他们绝对不会采用这样的姿势 由于缺少细致的比赛规则 公平性无从谈起 也很难去评价 每一个人的能力高下 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久 组委会就开始着手 制定统一的竞赛规则 举众比赛如火如荼 制定规则势在必行 1905年 国际举众联合会创立以来 众多运动员 爱好者以及学者们 都参与到举众比赛规则的完善中 那么 这个期间 举众运动的竞赛规则 经历了哪些关键变化呢 北京体育大学 竞技体育学院副教授 报克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随着举众运动的发展 我们从项目上 就是从形式上 会发生了一个变化 最早的时候 只有抓举和停举 然后还有一个推举 但是发现 这个推举的时候 大量的人会用腰部去带肠 这样对腰部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我们就把推举的项目 就给去掉了 然后另外 为了能公平起见 我们做了几个变化 首先就是我们分了公斤级 到现在男子和女子 已经都是10个了 另外呢 为了能公平起见 我们在一个演变过程中 也是专门发明了女子杆 在最早的时候呢 男女杆是混杆 都是20公斤的一个钢铃杆 女孩的手小 她抓起来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呢 以后呢 又发明了15公斤的钢铃 这样呢 中间杆细 就完全解决了 她手小的问题 规则的逐步建立 让举重运动得以规范化 公平化 另一方面 为了能够在新的规则下 获取更大力量 举起更高重量 人们也开始了 举重训练方法的研究 而这 要从一位大力士 开始讲起了 1834年 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杂技团 正在法国多地巡演 在演员当中 有一位叫特里拉克的大力士 尤其引人注目 他出身贫寒 六岁时被人贩子拐走 卖给了一个杂技团 随着成长 他的力量天赋 表现得非常突出 二十多岁 就可以用单手 举起上百公斤的哑铃 还可以把杠铃举过头顶 然后风一般地旋转 让观众们看得心惊胆战 在这次巡演当中 一位同伴 邀请了一个女性观众 参与马术表演 没想到 这两匹并列在一起的马 突然受惊 开始在场子里狂奔起来 马背上的女性 顿时吓得惊恐万分 不知所措 就在众人慌张的时候 特里拉克冲上前 用强大的臂力 抓住缰绳 竟然让两匹狂奔的马 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随后 特里拉克让这位浑身颤抖的女性 坐在自己的胳膊上下了马 这场意外 让她名声远播 据说还得到了 这位女性的一笔 不菲的资助 有了这些钱 特里拉克并没有肆意挥霍 而是做了一个让很多同行 非常觉得惊讶的决定 她要在巴黎开办一家 专门帮别人锻炼肌肉的健身馆 这在当时是一个谁都没想过的创意 没想到她的健身馆不仅大获成功 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力量训练的新时代 随着特里拉克的名声渐显 她开设的两家健身房 也开始火爆起来 很多年轻贵族 都为新奇的训练器材 和训练方法深深吸引 并且希望能够获得 传奇大力士的指点 而特里拉克 则会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和需求 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 还有历史学家认为 特里拉克对训练器材的改良 才是她贡献最大的地方 比如 她将表演时用到的铁锁 改造为了橡胶材质 从而锻炼胸肌 这便是现代拉力器的鼻祖 同时 她还发明了锻炼握力的握力器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器械改良 就是杠铃 她将杂技表演中的平衡木 和铁球相结合 形成了两端装有等重铁球 内含铁砂的锻炼器械 这和现代杠铃已经颇为相似 不仅如此 特里拉克还专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 用于训练授课 至此 人们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峰 可一些质疑声 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从杂技团大力士到力量偶像 特里拉克始终保持着初心 他依旧在追求力量 并且开办体育学校 将锻炼力量的方法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 大量的健身器材也在他手中得到了改良 不过此时 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的观点 他们认为 力量锻炼不仅无法强伸健体 甚至还会造成损伤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专门训练肌肉力量的健身馆 但也有人认为 这些方法并不好 尽管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看上去变得更加强大 但是 有一些肌群会在运动当中受到永久的损伤 导致个人的运动能力和协调性变得更差 那些体大深沉的大力士们 恰恰就是这种力量训练的牺牲品 当时的一些举重运动员纷纷站出来 用自己的精力驳斥这种说法 1889年 一位名叫克拉耶夫斯基的医生和教练 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他是沙皇的私人医生 同时还是一位体育迷 他推动创办了圣彼得堡田径和自行车俱乐部 以及圣彼得堡举重协会等机构 并且组织过多场赛事 对于这些争论 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力量训练势必会带来肌肉的增大 这和身体的灵活性是两回事 只要合理科学的训练 完全可以二者兼得 他还明确指出 要用自己的方法培养出一位力量型的运动员 将事实来证明一切 克拉耶夫斯基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 很快就来了 1897年 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 因为手部受伤 来找克拉耶夫斯基求助 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 两眼放光 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 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 长大后成立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 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 没有拒绝的理由 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 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 哈克当然答应 在此后的两年里 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 进行严格的训练 饮食细化 起居作息时间细化 训练上 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 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 狐龄的力量训练优势 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 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 而哈克则日复一日的严格执行训练计划 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克拉耶夫斯基对哈克施密特非常欣赏 认为他在举重方面是可教之才 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哈克也是不负众望 1898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举行了世界举重锦标赛 这个年轻人一战成名 第一次就获得了十项全能总成绩的第三名 此后更是在各种举重比赛当中 拿冠军拿到手软 克拉耶夫斯基以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弟子 向体育界说明 力量训练一点也不可怕 不仅不会让身形变得笨拙 降低灵敏度 反而会对身体各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哈克是一名出色的大力士 但他并不显得笨拙 在摔跤领域也很出色 获得了多次比赛的冠军 这足以说明他的身体敏捷性和灵巧性 不仅没有降低 相反还超越了其他人 哈克自己在传承老师训练方法的基础之上 还创造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力量训练 比如著名的哈克深蹲 以及握推 就是由他开创起来的 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 哈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 举重所调动的不仅仅是上肢的力量 更要强调下肢力量 为此 他专门训练自己的下蹲动作 为了强化这个练习 他开始背着沉重的杠铃 一次次练习深蹲 从重量较轻的杠铃开始 不断加重 直到力量极限 深蹲这个动作是练习下肢力量 一个黄筋动作 也是能提高我们核心的 稳定性的一个黄筋的动作 它主要发展的是 我们的骨子头肌和臀大肌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收下额 因为下额微收 这属于叫中立位 这是最安全的位置 然后挺胸收腹 然后整个人体很挺拔 千万别攻腰 一个标准的蹲 大家看 它的站姿非常好了 已经跟它的髋关节是一样宽了 然后双脚略微成外八 然后这个时候 趋宽带动趋膝 但是不能细内扣 细内扣是肩就不行的 比如像这样 是肩就不要的 我们在蹲的过程中 就好比后面有一个板凳 我们只有在趋宽的情况下 才可以坐到板凳上 对吧 起立 如果是我们不取宽 趋膝 永远坐不到板凳上 那就说明我们在用膝关节蹲 那膝关节蹲伤害非常大 你一个快速下去以后 我们的膝关节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说慢下快起 然后呢 怎么下去的 怎么站起来 整个完成一个一次性的 一个很好的深度动作 在一系列的锻炼中 我们长了肌肉 长了力量 可再往深处下 肌肉的力量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肌肉和力量之间 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小时候听评书 对于书里面的那些大力士们 都是非常佩服 什么裴元庆 李元霸 新闻李 白文豹 总之四猛八大锤 那是我们小时候 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有劲 一对雷鼓瓮金锤 动辄就得八百斤上下 那这些人的劲 是哪来的呢 说书先生讲得好啊 某某人双膀一较劲 这力量就来了 但是力量的来源 真的是靠两个肩膀用劲吗 虽然早在十六世纪 达芬奇 维萨里这些学者 就已经了解了身体各部分的肌肉 也认识到人体的肌肉 分成不同的种类 比如骨骼肌 平滑肌和心肌等等 附着在骨骼上的骨骼肌 才是我们肢体产生力量的根本 但是 要是再追问一句 肌肉怎么会产生力量 强壮的肌肉就能够爆发出 更强大的力量吗 直到十九世纪末 有一些科学家的工作 才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1881年 一位瑞典生理学家 布利克斯宣布了一项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通过对青蛙进行电刺激 获得了青蛙腿部肌肉力量变化的相关数据 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则发现 肌肉纤维还有红肌和白肌的区别 那么它们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 进而产生力量的呢 力量的概念就是我们神经系统 能控制我们肌纤维的能力 然后呢 神经越冲动 我们的这个发力呢 就会越猛烈 那肌纤维的收缩呢 同样是接受到了神经的信号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呢 叫克制 这个呢 叫退让 也就是说我们的肌纤维 进行滑动 收缩 进行移动 然后通过肌肉附着在关节上 把它进行了一个去的动作 然后呢 慢慢下放呢 这叫退让 另外呢 说到肌纤维呢 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红肌和白肌的问题 白肌呢 一般是爆发力好的运动员呢 它的白肌的线维会比较多一点 红肌呢 是摄氧量比较大的项目里边呢 因为它的摄氧量大 所以它占据得高 我们举重运动员呢 肯定就是白肌线维会比较多 因为爆发力好 所以才以力量为主 了解了人体的肌肉原理后 人们得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 进行力量训练 为此 人们还开动智慧 发起了新一轮的器材革新 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的影像资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运动员已经开始使用杠铃 当年的这种杠铃叫球形杠铃 中间握杠的长度有长有短 直径并不统一 调整重量的时候非常麻烦 根据一些记录显示 当时的杠铃两端的铁球是固定的 为了调整重量 有的一端可以打开 能把一些单个质量为2.5磅 也就是1.13千克的铁块放进去 从而实现重量的增减 可是每一次的工作都很繁琐 要借助工具 把固定的螺栓拧开 增减重量之后还要再拧回去 在早期的举重比赛中 许多运动员都会提前 把自己的目标重量告知组委会 便于做好准备 免得浪费时间 尤其是第一届奥运会比赛之后 组委会发出了一个呼吁 希望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人们 能够共同对杠铃做出改进 对于举重器材的革新 德国举重爱好者伯格功不可没 他并不执着于球形杠铃的改良 而是设计出了像饼子一样的片式杠铃 这种杠铃不但增减重量方便 而且有利于形成统一标准 虽然材料和技术上依然存在瑕疵 但已经解决了老款杠铃的诸多问题 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 这种片式杠铃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 并在此后进行了持续的优化 沿用至今 这是一套完整的杠铃的组合 首先最大的杠铃片是25公斤 是红色 然后一次20公斤蓝色 然后黄色是15公斤 绿色是10公斤 白色是5公斤 2.5跟红色相关 2跟20相关 1.5跟15相关 1跟10相关 0.5跟5相关 然后卡子是2.5 用最大的重量 最少的片来表示场上的重量 这样大家通过看颜色 就能分辨出重量来了 随着举重杠铃的更新 各国教练们 也纷纷对力量训练方法做出调整 其中有一位美国举重队的教练 他的理念就创造了奇迹 1848年伦敦奥运会 在沉寂了多年之后 美国举重队迎来了闪亮时刻 这一年 他们获得了四枚金牌 三枚银牌 一枚铜牌 很多美国体育界的人认为 举重运动在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 而这些成绩应当归功于 他们的教练霍夫曼 这位霍夫曼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当中 开始了举重训练 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 在1927年获得了 美国重量级举重冠军 退役之后 原本已经开始涉足商业领域 但是对于举重始终念念不忘 1932年 一个契机让他再次回到了运动场 这一年的7月30 第十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洛杉矶举行 让霍夫曼气不过的是 美国队在举重比赛中失利 只拿到了一枚铜牌 霍夫曼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以目前的这些运动器械为基础 一边经营 一边训练 帮助自己打造一支 能够夺取金牌的举重梦之队 霍夫曼深知训练方法和理念的重要性 在担任美国举重队教练后 他针对一位举重新秀 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及特点 量身定制了不同的训练方案 一方面 他通过深蹲等方式 强化运动员的肌肉力量 同时 他发挥了运动器械的强化功能 在综合体能训练方面 做出了全新尝试 这些建议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 戴维斯等运动员的力量提升 1947年9月 在费城举行的第二十六届 世界举重锦标赛上 戴维斯创造了抓举 停举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 1951年6月 戴维斯再次以182公斤 打破了90公斤以上级别的 停举世界纪录 想要超越如此耀眼的成绩 想要创造新的奇迹 往往需要的是 打破常规的勇气和坚定的内心 很快 另一位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 德国人伯格对杠铃的更新 让举重运动的规则标准得到完善 美国举重教练霍夫曼的训练方法 更让美国举重队取得了傲人成绩 有成功经验作为参考 此时的举重界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训练方法论 但有一位教练并不认同 他认为想要取得突破 必须要用更激进的方法 而他也将缔造一个新的奇迹 如何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的力量呢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 就逐步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理念 举重要循序渐进 避免单日或短时间内训练量过大 对人体肌肉带来伤害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无道理 也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举重训练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 有一位教练却提出了一套听上去 非常冒进的理念 并引起了世界举重界的思考 这位教练员就是保加利亚的 伊万·阿巴杰耶夫 他曾是保加利亚国家举重队的 一名队员 也曾经多次获得过冠军称号 1967年接受国家委派 挑选了年轻人 组成了一支举重青年队 当时保加利亚举重队 采取的还是通行模式 每天除了基础训练之外 还会完成一轮抓举 停举 蹲举 等高强度的练习 这样的训练 通常会考虑不同运动员的极限 重量达到他最好成绩的80%到90% 由于强度很大 每天只安排一轮 但阿巴杰耶夫提出 每天至少要完成两轮 这个想法自然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 这种超高强度的训练 违背了基本的运动生理学原则 会损害队员的身体健康 年轻的队员们也是抱怨连天 实在受不了这种强度 双臂每天都酸痛无比 爬楼梯都很困难 一些队员甚至提出 要交抗议书罢训 阿巴杰耶夫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不过他得到了保加利亚 举重协会的领导的支持 因为他们看到过 阿巴杰耶夫年轻时 就用过这种训练方式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一番争取之下 有一些队员坚持了下来 三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就在三个月后的1967年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打赞 订阅明镜 也有了新的改变 1973年5月 一场让体育界非常关注的实验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体育系展开 参加实验的有两位 亚瑟琼斯和威亚托 这项实验在体育系的 普莱斯博士的主持下进行 两位参与者将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封闭训练 其间保持一样的饮食和作息时间 不能够借助于包括药物在内的 其他任何手段 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种新的 被称作鹦鹉罗的力量训练器 这也是这次实验的验证核心 借助这种器械 能否让肌肉力量得到迅速而全面的提升 这种训练器械的发明人 也就是实验的参与者之一 体育运动学家亚瑟琼斯 早在1943年 他就开始考虑研制一种 能全面提升力量的器械 研究发现 举重所涉及到的肌肉 不仅仅是大家常说的 公二头肌 骨四头肌等核心肌肉 还会涉及到背部 腿部 后侧 腰部等多处肌群 举重运动是一个多肌群 相互配合的结果 传统的亚铃和杠铃对于肌肉力量的改善过于单一 为此 琼斯研制出了这种新的力量训练器械 连施马辛格都接受不了 别人还能用吗 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认为 使用了鹦鹉螺之后 他们的肌肉力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那么这一次实验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琼斯的这款训练器材 因为使用了突轮来作为器材传动部分 形状非常独特 所以得名鹦鹉螺 尽管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抱怨 琼斯也并未气馁 他认为 鹦鹉螺训练器械没有问题 只要坚持过一段痛苦期 肌肉就将迎来增长 而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他的想法 经过一个月封闭实验的两人 肌肉力量的确有了提升 同年的9月 琼斯在《铁人》杂志上公布了结果 这让他倍感欣慰 不管是阿巴杰耶夫的大负荷训练 还是琼斯发明的鹦鹉螺训练器械 围绕他们的争论都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对肌肉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是否有助于力量提升 尽管阿巴杰耶夫以及琼斯他们 通过训练效果给出了积极的证明 但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 采取高强度训练 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 带来负面的结果 直到1961年 一项关于肌肉细胞的新发现 才彻底消除了人们的疑虑 也为力量训练的方法提供了科学支持 这项关于肌肉细胞的全新发现 来自一位名叫毛罗的生物物理学家 1959年时 毛罗进行了一场实验 他在观察青蛙的肌肉组织时 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肌肉细胞 它们附着在肌纤维的表面 当肌纤维受损后 这些细胞会表现出极强的活性 1961年 毛罗把这种细胞命名卫星细胞 就在不久之后 又有科学家发现 卫星细胞大多数时候 是处于休眠状态的 但当肌肉出现损伤 卫星细胞就会被唤醒 开始履行修复肌肉的职责 也就是说 运动带来的肌肉损伤 反倒为肌肉生长 提供了机会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 教练员们就可以根据 每个运动员的 肌卫星细胞特点 制定更合理的训练计划 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此时 有了新器械辅助训练 有了科学理论作为支撑 那么对于举重项目而言 想要再做突破取得佳计 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方向呢 我们在观看奥运举重比赛 欣赏停举的时候 会发现运动员在最后一步 一定是做了一个弓箭步 举起杠铃的同时 两条腿前后分开成弓步式 这也是举起杠铃的一种传统姿势 在历史早期的奥运会赛场当中 举重运动员大多数是采用这种方法的 这不是组委会的硬性规定 而是历史早期 人们逐步形成的一个习惯 师父这么教 徒弟就这么练 就这么代代传承下来 二十世纪中期 另一种全新的抬举杠铃的方式 下蹲式出现了 这种举重方式被认可 并且在奥运赛场上推广开 还要归功于几代中国选手的大胆尝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6年6月7日 位于上海市陕西南路的 上海市体育馆内灯火通明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队 和上海队组成的联队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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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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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中国举重运动员整体上表现出抓举占优 挺举落后的局面 不少教练员做了分析 认为我国运动员上挺动作细节不够完善 要想突破这个困境 必须要对上挺动作的技术要领进行深入研究 就在这个时期有一些举重新秀大胆采用了一种新的挺举动作 前面我们说老一辈举重运动员陈敬开率先采取了下蹲式提铃的动作 在他最后上挺环节采用的还是剑步式 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有一位中国运动员以下蹲式提铃在最后的上挺环节 以非常少见的下蹲式完成了这个动作 这也就是专业所说的下蹲挺 最终他在70公斤级比赛里 以357.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并一举打破了总成绩停举抓举三项世界纪录 也正是这位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 在国际举重界引发了对下蹲挺和剑步分腿挺的热烈讨论 取得如此成绩的人正是中国举重运动员战旭刚 早在1993年 战旭刚就因为在各项赛事中的优异表现入选国家队 与此同时 国家队副总教练杨汉雄也在研究优化战旭刚的训练方案 他认为战旭刚身体素质优秀 基础扎实 技术流畅 是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 可他在分腿挺和下蹲挺两种动作的选择上 一直摇摆不定 杨汉雄不断鼓励战旭刚 他说不管哪种技术 只要动作科学规范 就能挖掘其最大的潜能 战旭刚由此下定决心 不改了 坚持采用下蹲挺了 在挺剧中 我们提凌之凶以后 然后第二步就是上挺 上挺一般规定有三种姿势 一个是叫肩不挺 一个是半挺 还有一个是下蹲挺 一般运动员都会选择肩不挺 就是一前一后形成弓箭步 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并且出腿速度快 然后易操作 一般对于下蹲挺的人来说 那就是腿部力量要相当强 大家想一想 一个这么沉的重量 我利用了翻领把它提领至胸站起来 我再选择一次蹲到底 还有支撑 首先从支撑的面积上就会减小 困难度就很大 它的优势就是重心低 战旭刚它主要就是能满足我们腿部力量大 然后支撑能力强 核心传导比较稳定 然后它通过它自己的身体来驾驭了这个动作 也给我们后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然后对于中国举重的发展技术的这种打造成型 创造了非常多的经验 经过科学的指导和持续努力的训练 战旭刚对于下蹲挺运用已经非常成熟 在经历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辉煌之后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战旭刚再一次直面挑战争取突破 可男子77公斤级举重赛上的一幕 却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在抓举环节 战旭刚首次尝试165公斤 未能成功 短暂的下场后 战旭刚第二次尝试又一次失败 这次的失误引来了现场一片哗然 因为在抓举结束以后 战旭刚的成绩已经落后第一名7.5公斤 想要在停举上抹平差距 难度实在太大 就在许多人认为 他夺冠希望渺茫的时候 战旭刚调整心态 走上举重台 将杠铃稳稳举起 用实力向全世界展现了 威力十足的下蹲体 最终战旭刚获得和另一位运动员米特鲁 相同的367.5公斤的成绩 而战旭刚体重更轻 最终位居第一拿下金牌 训练方法在革新 技术动作在改变 随着时代发展 更多科学技术和训练器械的加入 也在帮助运动员们不断刷新力量上线 今天许多先进的运动理念和手段 也被运用到了举重训练当中 他在训练过程当中 不仅得到了战旭刚的指导 还得到了体育科研机构 所提供的科学方法的支持 为了迎接冬季奥运会 包括实质友 赛训团队 科研团队在内的所有人 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赛状态 如何保持竞技状态 如何规避伤病 成为了未来一年大家的重点工作 其间 许多新的训练器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角机可以检测核心力量 心率监控设备和攀爬机 可以增强心肺能力 漂浮舱和针灸仪 能帮助肌肉恢复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实质友和队友们 终于迎来了决赛的那一刻 上杠铃 第一次试局稳定顺利 紧接着的第二局遭遇失利 现在有一些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码科技时 奥运影像传奇 向其不出